老師你可以先試一下 好 請努力 為什麼這麼說 如果你現在用光圈優先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在轉加能索尼尼康的 我們一起聽 如果你現在用光圈優先 是不是先設定好你要的光圈值 是不是 然後去轉快門速度的時候 請問你去設定快門速度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設 有沒有辦法設 沒有辦法相機告訴你 自動告訴你一個快門速度 你要改變快門速度要去按什麼 曝光補償 加減的那個按鍵有沒有 你去按那個加減按鍵 加減按鍵按下去以後 是不是曝光補償的那個表出來了 你要去轉快門速度的轉盤 你不能轉光圈的轉盤 你要轉快門速度的轉盤 這個時候快門速度動了 曝光補償跟著一起動 這樣懂吧 好 OK 所以你要懂這個 懂這一個 但是喔 如果你是用佳能 或者是索尼的 你注意喔 如果你是用光圈優先 什麼快門優先 什麼P模式 當你在轉 那個光圈跟快門的時候 你相機的這一個明暗度會不會變化 光圈優先快門優先喔 會不會變化 不會變化 只有用M檔的時候才會變化 這樣懂了吧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轉到M檔的時候 你光圈設定好 你轉快門的轉盤的時候 你要只有快門速度在動 快門速度變快 畫面變暗 快門速度變慢 畫面變亮 這樣懂吧 尼康的不行 尼康的不行 所以目前喔 佳能的這一個功能的 就是它實時取景 即時預覽實時取景的這個功能 比較接近像索尼的功能了 算也比較貼心一點了 但是目前尼康的還沒有 尼康的什麼D5啦 什麼810啦 這個可以 但是呢 快門速度低於三十分之一秒以下 就失效了 所以你要懂你的相機操作 會怎麼樣方便 OK 有沒有家人相機的借我一下 有沒有帶的 沒有好 那沒關係 好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注意喔 我建議各位喔 如果你用光圈優先 拍這張照片的話 你看會有什麼狀況嗎 如果你用光圈優先的話 我們先測暗部 先轉到那個A檔有沒有 尼康的啦 Sony的啦 是不是轉到A檔 佳能的就不一樣 佳能 我常說佳能設計是怪怪的 那個為什麼 光圈優先 A檔就A檔的 幹嘛還加個V 是不是 很傷腦心 有一次啊 我在幾年前我忘了 那我那個同學打電話來 我說 哎呀老師我這個時候 那個AV檔要怎麼操作 這樣很難操作 我說你就你就不要不要不要再糾結了 你就直接用看AV檔就好了 我旁邊我老婆在旁邊聽 聽完就掛完電話說你交攝影就交攝影 你幹嘛叫人家看黃片 哇靠那個問會大了齁 真受不了 所以 好不管齁 不管是光圈優先是A檔還是AV檔 注意喔 是不是 你是不是先轉曝光模式轉成A或AV 這個時候光圈是什麼 誰設定 是不是由你自己來決定 這個時候你去轉光圈的轉盤 轉到像這個地方 你可能會用81 16你用哪一個 你會用 好11 好姐姐說11 我們就用光圈11 是不是先轉好你要的光圈11 一轉到好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先對暗部測光 好這個時候注意喔 你不要再去糾結說 你要用點測光 中央重點測光 平均測光了 為什麼 你要看的是整體的平均亮度 你喜不喜歡 這樣懂吧 好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在什麼樣情況 我們要用什麼 點測光 重量重點測光 平均測光 跟我學過攝影的人就知道 這幾種 測光法 你覺得哪一個準 我們在拍風景的時候 拍風景的時候 我們在一般外面拍風景的時候 你覺得點測光 中央重點測光 還是平均測光 哪一個準 好來 平均測光比較準的幾種 OK 真的絕大多數 好來 中央重點測光比較準的幾種 沒有啊 點測光比較準的 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取準的都是用手機喔 好 我跟各位老師報告 這三種測光法沒有一個準的 沒有一個準的 為什麼 我今天用一個2470的鏡頭 我今天用一個2470的鏡頭 去拍風景的時候 請問 24端的點測光 或平均測光 跟70端的點測光 跟平均測光 他涵蓋的範圍四角一不一樣 完全不同喔 如果我今天站在這麼近啊 用24端的鏡頭 對著老師這麼近喔 鏡頭在他的面前 用24端 不管用點測光 這張重點什麼平均測光 可以把他的臉整個抱起來 可以喔 但是我們今天拍風景呢 你站在一個50米以外的地方 對你的那個測光的那個 那個環境去測光的時候 請問 那個視角變成多寬 你知不知道 你完全不懂耶 你有沒有發現 請問 我們相機裡面的測光 我們講點測光好了 點測光是不是中間一個小小點 請問他角度是多少 你用24端跟70端的時候 那個視角一不一樣 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你懂的是嗎 24端這麼近的時候 這麼近的時候 24端一包 然後那個點測光是8度 點測光可以這麼近 8度這個視角 可以點到這個位置 但是你站到50米以外 你要測這個地方 你會不會帶到這裡 點測光會不會帶到 會 因為50米以外 從那個地方 從相機裡面8度喔 從這個地方 8度這麼近的話 是不是很窄 到後面 50米以外 8度變多寬了 寬不寬 他很寬 所以你說 相對之下 他準不準 他也都不準了 重點是 你要找到 平衡你想要的亮度 這樣懂吧 所以這邊的話 像你們現在如果用平均測光 我就覺得可以 點測光也可以 中間點測光也可以 但是重點是 把你的暗部包起來 不要帶到亮 不要帶到亮 把你的暗部包起來 包起來 一起測光 把你的暗部包起來 測光 測的時候 這時候剛剛光圈是射的時候 11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去對你暗部一測的時候 請問 半暗快門一測 請問 光圈會不會動 光圈11 會不會動 不會動 快門速度 會不會動 會 快門速度一跳 相機告訴你 譬如說 Anyway 好 六分之一秒好了 好好相機告訴我們 這邊是六分之一秒 然後呢 這個明暗度 會不會是你喜歡的 是不是 我們這樣一測出來的時候 常常會有 過曝 稍微過曝 或者是曝光不足 有沒有 那有時候那個亮度 又還可以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跟測光有關係 什麼叫做測光 好 假設 假設 相機告訴我們六分之一秒 是可以的 是OK的 是OK的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直接按下快門的話 這邊的亮度 是不是接近像這樣子 但是上面呢 過曝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知道下面六分之一秒 光圈十一 請問 我們相機裡面有個曝光補償表 曝光補償表 這個時候應該在哪裡 是不是在零 不會動 光圈優先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快門優先 或者是P模式 全自動 是不是曝光補償表 不會動 曝光值不會動的 對不對 好OK 光圈十一 快門六分之一秒 這個時候你把相機移起來 對天空包起來 半分快門測光 一測 光圈十一會不會動 還是不會動 有沒有 什麼東西在動 快門速度又跳了 對不對 相機告訴你 這個地方很亮 所以呢 相機告訴你這邊的快門速度是 八十分之一秒 上面我用八十分之一秒來拍的話 上面的亮度可能會恢復了 下面怎麼樣 非常暗 有沒有 好所以你知道上面是八十分之一秒 下面是五 六分之一秒 上面八十分之一秒 下面六分之一秒 好 OK 謝謝 筆記我一下 好 請問在座各位老師 八十分之一秒天空 下面是六分之一秒 請問天空比地面量幾大 給各位三分鐘時間算 準確囉 幾大格又幾小格 是不是很難算 有沒有很難算 你頭蒙掉了 那我已經算出來了 我已經寫起來了 幾大 來注意 上面天空八十分之一秒 下面是六分之一秒 對不對 好 八十分之一秒去減半 是二的倍率 二的倍率 快門速度是二的倍率 乘以二是不是速度變快了 那個明暗度會變暗 除以二是不是快門速度變 變慢了 然後畫面會變亮 這樣懂 八十分之一秒去減半多少 四十分之一秒一大檔再來 二十分之一秒兩大檔 十分之一秒三大檔 五分之一秒 四大檔 我們剛剛講多少 六分之一秒 所以五分之一秒的上面一小格 就是六分之一秒 所以天空比地面量幾大格幾小格 三大格又兩小格 三點七檔 這樣懂嗎 是這樣算的 所以你們對那個數字那個 沒有那個概念 或者是那個對檔數 沒有那個換算概念的話 要你算你還好不好算 來不及了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比如如果今天不是一個釣魚的 像一個長一個這麼帥的 欸幹嘛笑成這樣 對不對 在我老婆面前也還是很帥的 好 像一個長這麼帥的 突光光在裡面游泳 我告訴你 你要拍到我白皙白皙的小屁屁 你都拍不出來 不是過報了就欠報了 是不是 等你逃到好來不及啊 是不是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喔 這個時候啊 你只要把你相機的 不不不 我們先再回過頭來看 好 你用光訓優先嘛 對不對 六分之一秒 上面八十分之一秒 你知道上面比下面亮了三點七檔 你回來重新構圖喔 是不是要重新構圖了 包暗的 包亮的 一起包下來 對不對 一包下來的時候 光訓優不會動 曝光補償一樣不會動 快門速度會不會動 又亂跳了 會不會在六分之一秒 會不會在八十分之一秒 會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已經知道天空比地面亮幾檔 三點七檔 所以你拿一個四檔的軟件變 一插下來 上面變暗了 有沒有 這時候快門速度是不是又動了 又亂跳了 但是它會不會剛剛好在你想要的六分之一秒 不會喔 不會喔 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要趕快去按 曝光補償那個按鍵 加減那個按鍵 你去按它 然後去轉快門速度的轉盤 你的快門速度是會動 曝光補償是跟著一起動 所以這個時候去轉快門速度的轉盤 按曝光補償那個按鍵 一按下去以後 趕快去轉快門速度轉盤 想辦法把快門速度轉到 六分之一秒 這是你暗部想要拍的亮度 這樣懂了吧 這個時候天空比地面的亮度 你已經用漸面鏡把它 漸層警環鏡把它壓下來了 這個時候就要開始癡癡的 要等什麼 什麼東西打上來 浪 浪 在那邊癡癡的等 那個浪 它就打上來以後 你要按一下快門那當下 你頭懵了 為什麼 讓你打上來 畫面的亮度 有沒有變了 一變 畫面變亮了 你的快門速度 從你剛剛轉到好的六分之一秒 跑一個跳到十五分之一秒去了 因為畫面 整個畫面裡面 天亮了 是不是 我靠 讓你打上來 那個快門速度變十五分之一秒 趕快去按曝光補償按鍵 再去轉快門速度轉盤 把它轉到六分之一秒 又按的時候爛退了 把你搞懵了 你懂我意思吧 我跟你講你把這個方法 我建議你 你把這個方法把它丟了 你把這個方法把它丟了 不是光圈優先不好 而是在什麼樣的曝光環境條件之下 要用什麼樣的曝光模式 你必須要理清楚 這樣懂吧 而這四種曝光模式 光圈優先 快門優先 手上的P模式 它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它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它的來源都是因為側光的關係 然後聰明的人類 把它改成了光圈由你決定 你先決定 然後快門由你先決定 或者是全部由相機決定 或者是全部由你自己來決定 這樣懂我意思吧 基本上它都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這個時候啊 三秒曝光法 保國大法 注意喔 這個時候 你只要把你的曝光模式 轉成M手動檔 用M手動檔 這個時候一樣 要先去轉你要的什麼 光圈 這樣懂吧 所以你先轉到光圈11 轉到光圈11之後 你對你的暗部 動作都一樣 對你的暗部包起來側光 一側 半看快門一側的時候 光圈11會不會動 不會動 快門速度會不會動 不會動 M手動檔的情況之下 光圈快門通通不會動 這樣懂吧 光圈你已經設定好了 快門速度在哪裡 我不知道 它不會動 但是曝光補償怎麼樣 它亂跳喔 不知道跳到往加的還是往減的 有沒有 這個時候 你只要花一秒鐘 去轉快門速度的轉盤 你的曝光補償那個表 它就會開始移動 你的快門速度是跟著一起動 這樣懂得吧 所以你轉快門速度的轉盤 把曝光補償如果轉到0的時候 跟剛剛光圈優先一樣 是轉到0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把它停下來的話 你的快門速度剛好會停在哪裡 六分之一秒 跟剛剛光圈優先是一樣的數值了 這樣懂意思吧 好 所以你已經決定好 你暗部要拍六分之一秒 明暗錄影你也喜歡的話 這個時候 如果你是尼康的 注意喔 你把快門速度轉到六分之一秒之後 曝光補償如果轉到0的時候 尼康的 因為你看不到相機裡面的明暗度的改變 佳能跟索尼可以 所以佳能跟索尼 轉到你想要的亮度就好了 看曝光補償在什麼位置上 它不一定會在0 但是以尼康的來說的話 你把快門速度轉盤 轉到接近0的時候 你可以先按下快門 對暗部直接擔當 對暗部按下一次快門 你看那個亮度你喜不喜歡 這樣懂了吧 如果一樣是你喜歡的 它剛好就是六分之一秒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你把相機再花一秒鐘的時間 把你的相機翹起來對天空側光 一側 光圈11會不會動 不會動 快門速度你剛轉到好的六分之一秒會不會動 不會動 什麼東西再動 曝光補償 曝光補償 光圈不會動了 快門速度六分之一秒也不會動了 只有曝光補償亂跳 它往什麼方向跳 它會往加的方向跳 因為上面比較亮 這樣懂了吧 它一跳會往加的方向 一跳它直接跳哪去了 它直接跳到了三大格又兩小格 這樣懂了吧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天空比地面量幾檔 三六三分之二 三點七檔 這樣懂了吧 這個時候你只要再花一秒鐘 把你的相機移回來重新構圖 又包天又包地 光圈11會不會動 不會動 你要拍的六分之一秒會不會動 也不會動 曝光補償又亂跳了 你知道這樣什麼 曝光補償又亂跳 你不用管它了 因為你已經知道天空比地面量幾檔 三點七檔 所以你知道哪一個四檔或五檔軟件變 一插下來把天空稍微壓按 一壓按以後 你的光圈快門還是不會動 曝光補償又亂跳 不用管了 讓你打上來的時候 快門速度跟光圈會不會動 一樣不會動 你就可以按快門了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你要找到最快速的方法 而不是說在那邊糾結到底要用什麼什麼 不是 你要找到最快速的方法 很多人 在攝影上面要告訴你 用光圈優先就好了 很多人要告訴你 用M手動盪最好 不對 每一種曝光 每一種環境 每一種條件下 它用的方法不一樣 重點是你要對這四檔東西 光圈優先快門 M手動盪跟Pino是 你要操作自如 你要融會貫通 這樣懂了吧 好 OK 好 有一個漸變進一壓 上面的層次跟顏色 它自然就會還原 在座各位老師 你有沒有常常聽一句話 不管你有沒有去學過PS 或者說你在網路上面 看過或聽過 或者人家分享過 注意喔 當我們今天要去拍照 為了要後期方便好處理的話 你會拍什麼檔案格式 弱格式有沒有 哇靠 顏色拍壞了 沒關係 我用弱格式回去的時候 我把藍色改成紅色 火燒雲 可不可以 可以 火燒雲就這樣來的 真是受不了 然後你要把黃色改成紅色 紅色改成藍色 藍色改成青色 青色改成洋紅色 可不可以 隨便你改 畫質會破壞喔 不是不會破壞喔 你放大照片以後 它會斷射喔 它放大以後 你改的幅度太大的話 它一樣會 它一樣會改變 好 天空過暴的部分 回去把它拉暗 有沒有 然後太暗的部分 回去把它拉亮 有沒有 是不是都聽過這樣子 請問 你今天喔 拍了一弱格式以後 回家以後 你會發現 哇靠 那個顏色拍壞了 你把它改成火燒雲 好不好改 好像很好改對不對 顏色好像很好改 但是 如果天空過暴了 過曝了 你回去把它拉暗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 拉回它 所有的層次紋路 顏色細節 有沒有辦法 沒辦法 過破的 是不是燒掉了 就燒掉了 是不是死白一片 有沒有 過暗的那些部分 你回去把它拉亮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拉回 它原來的層次紋路 顏色細節 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大家誤解了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相機用的 洛格式拍出來的 它針對你可以調的 那個動態範圍空間 整體的大範圍空間 它針對的是彩度空間 就是色彩關係 而明度跟暗度呢 它可以調整的範圍 中間曝光時 往上2.3檔 往下2.3檔 超過的部分 都救不回來了 這樣懂的是這個吧 所以你要懂得 這樣的一個原理 所以以後遇到這種狀況 天空過曝的太多了怎麼辦 先用一個漸變器 稍微把天空稍微壓暗一些 控制在2.3檔 我建議 我建議 最好控制在1.7檔以內 2.3檔的話還是太大了 範圍還是太大了 你在拉回來的時候 顆粒會變粗 有沒有發現 顏色會變 有沒有 所以我建議 最好在1.3檔 1.7檔之內 壓在 控制在1.3檔 1.7檔以內 你回去再後期處理 會比較好處理 那個顏色比較不容易失真 顆粒比較不容易變粗 這樣懂了吧 好 好 像這種片子 就很喜歡跟太陽對桿 大家應該有看過我的Facebook 就知道 其實 當時我為什麼要用Fone卡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太喜歡跟太陽對桿了 那跟太陽對桿就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五檔的 因為現在這樣的一個軟漸變 軟式漸變鏡 軟式的 它有分1.2.3.4.5 5片 1檔的 2檔的 3檔的 4檔的 5檔的 這邊有用過 已經有用濾鏡的取捨 我看一下 這麼多 好 你手上有幾檔的軟件沒有 5檔 5檔 3檔 好 我建議各位 廠家的立場 那兩個嘴臉看清楚 廠家的立場 它希望我們5片都買 天空比地面亮1檔 我插個1檔的 天空比地面2檔 我插2檔 我告訴你 你就算再有錢 我告訴你 這5片當中 你只要選2片就夠了 剩下3片的錢 你把它省下來 捐給我 這能太窮了 這能太窮了 憑良心說 自從 這將近快3年來 因為我都在大陸 然後之前在歐洲 其實憑良心說 我去大陸的收入 跟我在台灣收入是差不多的 我們並沒有跟他要求太多的費用 所以說其實還是很窮的 包括我身上穿的衣服 褲子鞋子 全部都是廠家提供的 這個牌子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早期 6年前是石竹鳥 有沒有聽過這牌子 石竹鳥提供我3年 Northspace提供我3年 去年開始 這一個韓國第一大品牌 它就贊助我3年 但是 人就算窮 還是要窮得有志氣 是嗎 是嗎